义务翼恢复一年的一期 一样外界很关切国防部的准备情况 而对于英南的月薪 逃整为两万六千三百零七元 施领两万零三百二十元的规划 国防部就说明 这要先完成入伍的八周训练 而除此之外 义务翼也会有机会操作到 标仓飞弹还有刺针飞弹 但是有专家就质疑了 这可能会训练不足 国防部回应表示 标仓飞弹会有四周训练 也会结合年度的实战设计训练 一无一恢复一年一期 国防部只剩一年准备时间 明年就要正式上路 这次兵衣改革大幅调高一南薪水 月薪达两万六千三百零七元 实领两万零三百二十元 不过国防部强调 必须截训才能领到两万元 新兵入伍训练八周期间 月薪就是一万多元 他入伍集训之后 他取得了一个专长的证书 他变成说可以领 那个专业加级是一万零一百九十元 所以是他截训拿到证书 合格证书下部队之后 他所领的才是两万零三百二十元 这是有阶段性的一个 跟条件性的一个发给的方式 针对明年同时有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一年义无一都要入伍 分发会采同一期 再同一迎集服役 避免相处问题 一年义无一主要以陆军守备部队为主 仍会有部分一南进入主战部队 分配到陆海空三军 至于营社不足的疑虑 目前国军营社足攻二十五万多人使用 若一南分发到外岛或偏远地区 同样有薪资加紧 但金额低于志愿义 此外将比招现役部队纳入实战化 射击训练并投入部队演训 还有望操作标枪飞弹刺身飞弹等 不过外界执意只有一年一期 无法培养合格的标枪飞弹兵 那标枪飞弹概率要实施四周的训练 那同样的它的部队里面 会持续用模拟器的方式 来增加它的一个训练的强度 那最后要做实弹射击化 我们会结合年度的武器射击的流程 来做一个射击的训练 全动署则指出 这些受过高阶专长训练的EOE 退伍后会按照军总部队需求 分配到适当的部队接受较招 另外有学者建议 可临选优秀的EOE赴美受训提升战力 全动署回应会谨慎评估列入参考 记者黄子杰 陈伯玉台北报导 谢谢观看